很多人买不起一些好车 但是又想着能不能有机会可以试验一下 感受人家那种好车的感觉 毕竟就算是买不起那一系列好车 那好歹当别人问起的时候 还能说有做过 开过 以及适应过 当然我也觉得能去试一下车是很不错的 其实对于一些车主 我是比较建议他们去4S店试一试车 这样车主心里有一个底 对于这种豪华型的汽车 他们的舒适感以及配音感 一直如何 在开的过程中 还是能感受一下动力的强劲 这样以后在购买车的时候也有个比较 但法拉利这些顶级好车可以吗 如果去法拉利的4S店提出试驾 销售们会怎么回答呢 当然试车的话 就别想着要去试试劳斯莱斯·兰威尽尼 法拉利这些奢侈级别的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可能进去连销售都不想搭理你 毕竟像这些买得起法拉利 这类奢侈品级别的人 大家都不会考虑太多 他们要的只是这个牌子 似乎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另外你且别说 像法拉利有的限量版的车 就算你有钱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更何况销售或让你试车呢 就比如说拉夫瑞尔 曾总 这些极为稀有的限量版 那个就不一定能有钱能买到 他要考虑你是否真的热爱法拉利这个牌子 而且名下最好的已经有法拉利的车子 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不良记录 也就是曾经转卖过法拉利车 其实除了这些奢侈品牌的汽车 像一些一线汽车 比如奔驰 宝马 奥迪 如果大家想去试试舒适感 以及性能这些方面 大都可以直接去4S店试车 而且销售员的还会很热情的接待 就算你不够买 他们也还是会一一为你讲解 不过像这些一级汽车试的人比较多 所以可能大家去试的时候没法太久 然而对于二线汽车 像因为尼迪 乌人物这些 大家就可大可放心的去试开 如果大家有想试试车子的性能跟舒适感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4S店试开 那样的话就更清楚了解车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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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